《士師記》第七章 耶路巴歷就是基甸,他和一切跟隨的人早晨起來,在哈律全旁安盈, 米甸盈在他們北邊的平原,靠近摩利江。 耶和華對基甸說:「跟隨你的人過多,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,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,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。 現在你要向這些人宣告說:「凡具怕膽怯的,可以離開基列山回去, 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,只剩下一萬。」 耶和華對基甸說:「人患事過多,你要帶他們下到水旁, 我好在哪裏為你試試他們,我指點誰說, 這人可以同你去,他就可以同你去。 我指點誰說,這人不可同你去,他就不可同你去。」 基甸就帶他們下到水旁,耶和華對基甸說:「凡用舌頭舔水, 將狗舔的,要使他單站在一處,凡跪下渴水的,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。」 於是用手捧著舔水的有三百人,其餘的都跪下渴水。 耶和華對基甸說:「我要用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們, 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,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處去。」 這三百人就帶著食物和國,其餘的以色列人 基甸都打發他們各歸各的帳篷,只留下這三百人。 米甸仍在他下邊的平原裏,當那夜,耶和華吩咐基甸說:「起來,下到米甸仍去, 因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中,倘若你怕下去, 就帶你的伯仁普拉下到那營裡去, 你必聽見他們所說的,然後你就有膽量下去攻營。」 於是基甸帶著伯仁普拉下到營旁, 米甸人、亞馬力人和一切東方人都佈散在平原, 如同黃蟲那樣多,他們的樂陀無數,多如海邊的沙。 基甸到了,就聽見一人將夢告訴同伴說:「我做了一夢, 夢見一個大麥餅滾入米甸營中,到了帳幕, 將帳幕撞倒,帳幕就翻轉傾覆了。」 那同伴說:「這不是別的,乃是以色列人約阿斯的兒子基甸的都, 神已將米甸和全軍都交在他的手中。 基甸聽見這夢和夢的講解,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營中說:「 起來吧,耶和華以將米甸的軍隊交在你們手中了。」 於是基甸將三百人分作三隊,把各和空瓶交在各人手裡, 瓶內都藏著火把。 吩咐他們說:「你們要看我行事,我到了營的旁邊怎樣行, 你們也要怎樣行,我和一切跟隨我的人吹角的時候, 你們也要在營的四圍吹角,喊叫雪,耶和華和基甸的都。 基甸和跟隨他的一百人,在三更知初才換更的時候, 來到營旁,就吹角,打破手中的瓶。 三隊的人就都吹角,打破瓶子, 左手拿著火把,右手拿著角,喊叫雪。 耶和華和基甸的都,他們在營的四圍各站各的地方, 全營的人都亂串,三百人立喊,使他們逃跑。 三百人就吹角,耶和華使全營的人用刀互相擊殺, 逃到西里拉的白哈士他,直逃到靠近他巴的瓦伯米荷拉。 以色列人就從納弗塔利、亞徹和馬拿西全地聚集來追趕米甸人。 基甸打法人走遍以法連山地說, 你們下來攻擊米甸人,爭先把手約旦河的渡口,直到白巴拉。 於是以法連的眾人聚集,把手約旦河的渡口,直到白巴拉, 捉住了米甸人的兩個首領,一名俄納,一名西伊伯, 將俄納殺在俄納盤石上,將西伊伯殺在西伊伯走詐那裡。 又追趕米甸人,將俄納和西伊伯的首級,帶過約旦河,到基甸那裡。 再次追趕米甸人。